抗瑞台风动向多变目前气象署评估很有可能直逼台湾东部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的分署长王国良 28号下午特别会同的花莲市长魏佳燕 前往国强抽水站来视察机组的运作情形 他除了肯定是工作团队灾前准备机制 他也呼吁大家要保持居家周边排水沟的顺畅 以免大雨来时发生淹水 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分署长王国良 28号下午特别会同花莲市长魏佳燕 前往国强抽水站视察机组运转情形 他表示花莲市辖区内有9座抽水站 肩负着大花莲地区的防洪功能 台风来临前特别关心机组的状况 希望中央地方共同来守护民众的安全 我想我们花莲地区目前大概有11座的一个抽水站 其中10站的部分是位在我们花莲市 9站是在美轮溪,1站是在南滨 那另外一个是在吉安江的我们幻海铁旁边的龙光抽水站 那我们在从这么多战术来看 我们在花莲的抽水站这么多 所以美轮溪这条溪真的是在我们花莲市 很重要的一条河川 不容许它有所谓的一烟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花莲市的抽水站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还是要用一个最严谨的态度 希望他不要来,可是他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好万全准备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跟我们的卫市长 来针对我们的花莲市的这些抽水站的部分 来看看视察一下这个整个一个防汛准备的状况 市长卫家宴感谢九合分属的指导雨丁玲 他强调各抽水站平常都有固定维护管养运转 要确保大雨来时可以正常排红 在这边也跟大家说 在如果市民门口前面如果有一些水沟 排水沟是有堵塞的这个部分 都可以打到我们花莲市工所的清洁队 都可以跟我们清洁队说明 那我们会进最快的速度去做一个清洞的动作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 水沟的部分你们也用塑胶垫或者是木材挡住 排水沟的部分也要请我们所有市民一定要拿开 不然会造成整个堵塞或是积水的这个部分 那再次的请我们市民做好防台的一个准备 市长卫家宴也呼吁民众 台风动向轨迹多变 请大家要提高警觉 做好防台准备 借理会幻视报导